這期要為大家介紹Vocabulary學習界面裡的測驗功能 我們點選Test下面的Listening選項 會出現練習頁面的對話框 可以針對自己的需要設定所要練習的單字數量 按下OK的按鍵 在這邊可以進行單字的聽力測驗的部分 可以根據字役發音的提示 拼出正確的單字 假設拼錯單字的話 系統會給予糾正 這邊也可以設定 測驗隱藏的選項 以增加練習的困難度 除了聽力測驗外 Vocabulary還提供另一個單字選擇測驗 選擇Multi-Choice選項 點選Multi-Choice選項後 首先會出現一個對話框 可以在此進行設定 這邊設定測驗的方式 這邊是測驗的單字數量 這邊可以選擇測驗的提數 設定好了以後 按下OK的按鍵 我們在這邊選擇的是20體的字役測驗 填選好答案後 可以按下Finish選項 可以看到成績 系統會將所有正確答案勾選起來 題目的旁邊 也會有一個放大鏡的圖案 點選它 會出現這個測驗單字的字役發音內容等等 下面還有一個Export選項 可以讓你輸出成網路的格式 來進行測驗 直接點選Generate這個按鍵 命名 然後存檔 這裡是輸出成網路後的測驗介面 點選Finish按鍵 可以觀看測驗的結果 以上是測驗介面的介紹 剩下的遊戲部分 就給老師們自省玩玩囉 好嗎 我們簡單來說